飞越世界 穿梭国际 社会 职场 生活 时事 拿来一记变化球 看我接招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和你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 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人97.7 台北Bravo91.3 为您带来的节目 那些老外教我的事 我穿恩 不久前 亚马逊的串流平台 推出了改编自人气电玩的电视影集 Fall Out 一成余生 描述在不远的未来 大规模核战 将人类文明摧毁殆尽 可是呢 却有少数人类及时躲入 先进的地下碉堡存活 期盼在地表辐射退散后 重返地上 重建人类文明 可是事隔200年 地表辐射指数 依然高居不下 在地下碉堡出生长大的女主角Lucy 新婚之夜 却有来自地上的不明匪徒 入侵家园 为了营救被坏人掳走的父亲 Lucy勇敢地踏出了地下碉堡的舒适圈 进入了有如西部荒漠般 没有王法可言的地上世界 展开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 Lucy的弟弟Norm留守碉堡 却慢慢察觉原来碉堡中暗藏了行之多年的巨大阴谋 彻底撼动姐弟两人的世界观 Norm拉着暗恋姐姐多年的好朋友 Chatt暗中进行调查 每发现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线索 Chatt却宁可视而不见 地下碉堡的生活舒适又安逸 Chatt并不想要去戳破自己从小到大都深信不疑的现实 或许那是因为揭发真相的代价太过巨大不可测夺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Chatt他已经打定主意 就算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被掌权者蒙在鼓里的一个傻子 可是至少碉堡中的末日人生让他无忧无虑 衣食无缺 那么就算主事者确实心怀鬼胎 应该也不可能会坏到哪里去吧 地下碉堡的舒适其实不过就是在温水煮青蛙 顿化你的直觉让你魅于真相 甘心乐意的顺应他人的摆布 不知不觉你就失去了任何的警觉性 甚至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当然无存了 欣然接受他人填压给你的认知 他人为你建构的现实 我在看哈利波特第四集火杯的考验 第25到28章的时候 一直有这种挥之不去的温水煮青蛙似的不安 好像就是觉得有很多地方有蹊跷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正在酝酿中 却没有足够的线索可以拼凑出个所以然 那当然我按照惯例会先把电影的版本看一遍 所以已经复习完了第四集的整个剧情发展 直到确实就像过去三集小说一般 有坏人近距离的潜伏在哈利波特身边 进行着阴险的计谋 哈利虽然事实上是有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 可是毕竟他就是个孩子嘛 对于魔法世界的那些正邪交战 理解还是很有限的 而且时照生活本来就已经够让人分心了 如今还再加上了三巫斗法大赛 需要让哈利伤神 他是更加的分身法术 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扮演柯南 只能够相信可能一切并没有那么的严重 不会有坏事发生的 本周哈利波特眼睛班要来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insidious insidious这个字其实是源自于拉丁文insidiae 这个单字 insidiae 它本身是有突袭 突疾 偷袭的意思 而从它演化而来的insidious 这个字呢 它就是有一个不知不觉就积累而成这样子的意思 而且呢通常是在形容不好的事情 不知不觉就渗透了 就被成就了 就变成常态了 所以呢中文也会把insidious翻译成阴险的意思 我自己是觉得insidious更好的一个解释 不就是温水煮青蛙吗 所以这个礼拜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哈利波特书中有哪些角色 是青蛙又是落入了什么样子的危机当中 却浑然不觉呢 哈利在成功完成了三无斗法大赛的第一项魔法任务 召唤出了火闪电 漂亮的躲过了喷火龙 顺利抢下金蛋之后 他是得意忘形了好一阵子哦 虽然始终没有能解开金蛋当中 到底暗藏了什么样的线索 对于第二项任务 是什么也是毫无头绪 可是反正任务跟任务之间有好几个月的间隔 哈利的procrastination 他的拖延症就大爆发 想说反正有的是时间嘛 以后再说 西追好心的给了哈利一个 说来有点没头没脑的提示哦 建议哈利应该要带着金蛋去prefect 去学生级奖专用的厕所泡个澡 可是哈利呢 因为不爽 自己没有能够约到心仪的对象张秋 一起去参加圣诞舞会 重点是竟然还被西追给抢先了 所以哈利就很幼稚的不想要采纳西追的建议 眼看第二项任务转眼就要到了 自己依然没有半点头绪 哈利最后也只好将自尊 把一边乖乖的去挤掌 专用的浴室泡澡 原来呀 这颗金蛋必须要在水中打开 才能够听到金蛋当中传来的人鱼歌声 歌子里头就唱出了第二项任务的内容 比赛当天 每个学校代表必须要潜入 霍格华兹校园的大湖里面 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要寻回他们所遗失的东西 如果超时没有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东西就将永远安眠于水底 其实就连哈利波特他本人 在那个当下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那天晚上 他最大的一个收获 并不只是终于解开了金蛋的线索而已 当哈利打开了截刀地图 准备要溜回寝室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 地图上出现了巴提科罗奇的名字 截刀地图能够及时显示出 学校内所有人的所在位置 是一个比AI还要更有智慧 更神奇的一个法宝哦 可是魔法部国际魔法合作司司长 巴提科罗奇 本来他应该是要担任 三无斗法大赛的评审之一 却在第一下任务之后呢 科罗奇先生就已经缺席了好一段时日 他甚至也没有去魔法部上班 没有人知道他是生了什么怪病 出了什么问题 简直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紧紧透过猫头鹰传信 遥控他的特助 派西魏斯里来代理他的职务 如今科罗奇先生竟然在三经扮演的时候 现身霍格华兹 而且还是偷偷摸摸地出现在 史内普教授的魔药材储藏室当中 这件事情奇怪到好奇宝宝 哈利波特当然不可能做事不管 肯定要披上隐形斗篷去一探究竟的 可是哈利太不小心了 差一点点就要被史内普教授 还有学校管理员飞机给逮个征兆 好在封眼和穆迪教授刚好路过 现身替哈利解围 这才没有让哈利穿帮哦 可是穆迪在发现了哈利手中 竟然握有截刀地图这样子的宝贝的时候 双眼发亮 甚至还开口跟哈利借走了截刀地图 我必须要承认哦 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火杯的考验 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 我就只是替哈利捏了一把冷汗嘛 觉得天啊真的是万幸穆迪教授 还算青睐哈利哦 好像对哈利也是蛮有好感的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一把 完全不已有他 没有觉得穆迪教授有什么古怪 殊不知其实呢 穆迪教授的一言一行都是别有穆迪 他不找痕迹的骗术 连邓布利多都被蒙在鼓里 要说Insidious 真的要首推穆迪教授 可是呢哈利却从来没有怀疑过 这个疯眼和穆迪哦 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号称是魔法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正气师 有可能心怀不贵 仔细想想其实哈利波特三年级的时候 他的截刀地图也曾经落入当时的黑魔法防御术老师 陆平教授手中 那个时候呢陆平教授也是从 史内古教授手中救了哈利一命哦 替哈利保住了这个截刀地图 陆平教授其实就是当年截刀地图的作者之一 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 这一张貌似一般羊皮纸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宝贝 可是呢他并没有把事实戳破 但是依然在第一时间就扣留了这张地图 截刀地图这种让调皮学生破坏校规 是如虎添翼的东西 今天如果是落入一个真正的老师手中 那最正确的反应就是直接没收 木迪教授却开口要借用 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老师 会需要随时监控所有人动向 截刀地图的用处要嘛就是要让你潜入 你不该去的地方 让人没有办法发掘你哦 不然就是要确保不该出现的人 不会偷溜进学校哪个角落 木迪教授确实是出了名的疑心病很重哦 可是到底他会有什么样子的理由 会需要用上截刀地图 不论是以上两者的哪一个都让人会觉得好像有点可疑哦 可是哈利却没有及时意识到这当中好像哪里怪怪的 反而因为木迪夸他可以考虑报考魔法部的正气师 而感到有一些些轻飘飘 因为这样子的一句美言 哈利波特就彻底把刚刚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抛诸脑后 哈利虽然解开了精淡的线索 却没有能够找到能够让他在水中呼吸长达一个小时的方法 要不是在比赛当天家庭小精灵多比送来了鱼腮草 让哈利在跳入水中展开任务之前吃下去 长出了鱼腮还有蒲 哈利真的是要开天窗了 哈利在事前或是事后 都不曾想过要细问多比到底是从哪里取得这个Gillyweed的 家庭小精灵确实是拥有一些巫师也不会的厉害魔法 可是多比怎么会知道第二项魔法任务的内容 又是如何信守拈来 想到Gillyweed会是一个好方法来面对这个第二项任务呢 可是哈利就像是一个溺弊的人终于抓到了一块福墓 他根本没那个美国时间根本懒得去探究说 这块福墓究竟是从哪来的 而那个好心出手相救的幕后藏镜人 是不是别有一番目的 差点就要迟到的哈利 在最后一刻终于赶到了比赛现场 潜入湖中后才发现 原来代表各个魔法学院的斗士们 他们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寻获的东西 是他们最亲密的对象 哈利要营救的是荣恩 西追则是要救张秋 花儿则是他的妹妹 而最令人跌破眼镜的应该就是Victor Crum 他心中的至亲对象 竟然是妙丽 哈利是第一个找到所有人时的斗士 本来想要一口气全部都救 却被在湖底下看守人时的人鱼给阻止 所以呢 哈利干脆就是坚持留在原地 要等到亲眼看到所有其他斗士都出现 都成功解救完他们各自的人质之后 他才肯带荣恩离开 因此呢 这就让哈利成为了最后一个完成任务的学校代表 所幸好心有好报 哈利的无私还有善良人鱼都有看在眼里 并如实禀告在场的裁判 哈利因此获得家机累计分数和息追并列第一 顺利完成了第二项任务 让哈利再度松了一口气 不过让他更为期待的是 他终于能够见上他的义父天狼星布莱克了 本来是在亡命天涯的天狼星 因为得知了哈利身边不断出现怪事 先是梦见了弗蒂摩 后来哈利的额头上的伤疤又开始隐隐作痛 接着呢是莫名其妙的被火杯选出来 成为了三巫斗法大赛的斗士之一 天狼星不惜冒险重返了火米村 希望能够就近守护哈利 收集相关情报 拼凑出到底 这幕后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藏镜人 有些什么样子的目的 天狼星要比哈利更有警觉心 更能够秀出那insidious 那不着痕迹的阴谋正在酝酿中 天狼星透露了克洛奇先生 在佛地摩的全盛时期 曾经是魔法部最铁面无私的执法司司长 以报至报的 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为了要揪出佛地摩的爪牙 他常常连开庭审判都直接省略 就马上将嫌疑人丢进阿兹卡班监狱 从某些角度来说呢 或许非常时期 确实是需要一些非常手段 可是克洛奇粗暴又泯灭人性的手法 跟佛地摩和他那一票 无法无天的死死人 又有什么差别呢 就算今天你的初衷是对的 可是你却是用不对的方法 这种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可错放一个的不择手段 往往是最insidious 最不着痕迹的黑化一个好人 我觉得克洛奇自己本身 也是一只被温水炖煮的青蛙 他认为自己浸泡在正义之中 殊不知自己早就身陷 分不清黑白对错的混沌当中 自己一手见够的白色恐怖 终有一天也会将他反噬 天狼星透露 当年克洛奇发现自己年仅 19岁的儿子竟然 也跟一堆死死人走在一起 他二话不说 就把儿子扁入阿兹卡班 可是克洛奇先生的大义灭清 到底是为了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好清除他通往魔法部部长 大卫的路障 还是真的是因为找到了确凿证据 所以不得不秉公执法 我觉得已经快要被温水煮熟的 克洛奇 恐怕自己也都傻傻分不清了吧 Rita Skeeter 利塔时机堪称是魔法世界一等一的狗仔 虽然被勒令不得在三物斗法大赛期间 踏足霍格华子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利塔时机他就是能够挖出各种秘星 那些本来应该就只是私底下只和一个人聊到的内容 竟然都能够被他给爆出来 利塔时机恶意抹黑海格 爆料海格他有半个巨人的血统 这让妙力气到对利塔破口大骂哦 没想到利塔小心眼的不得了 马上就把苗头转向妙力 在专栏当中打做文章 把妙力写成是一个玩弄哈利波特 还有Victor Crumb 两个男孩感情的心机女 一个大人 竟然这样子公器私用 想到如此卑劣的方式来教训 让自己难堪的小孩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Rita Skeeter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货色 一开始妙力根本没有要把 这样子的不识八卦内容放在心上哦 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则毫无根据的假新闻 竟然得到了热烈的回响 许多的吃瓜巫师 竟然不辞辛劳的 血性威胁恫恶妙力痛骂 她是一个配不上哈利的坏女孩 甚至还有人在信中准备了 让人一碰 救生烂疮的这种阴险 暗算的伎俩哦 就是狠毒的要让妙力 彻底感受到 来自四面八方的恶意 随着网络的发达 AI科技的日新月异 我们对于所谓的假新闻 好像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甚至是有一点麻痹了 不久之前我听到有一则新闻 某一位高中校长 他被录到 他说出各种种族歧视的不堪言论 校长虽然矢口否认自己 从来不曾说过这些话 可是呢 这一个录音档 已经在网络上传开 引发了家长和师生的一片哗然 所以呢 校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校长在调查期间 也被迫停止 不过 剧情急转之下 后来经过警方进一步的调查 发现这一支在网络上流传的录音档 根本是有心人士利用AI造假的 里面的每一句话 校长本人都不曾说过 完全是利用AI科技去复制假冒校长的声线 叫校长的这个语调 而那个有心人士不是别人 正好就是因为挪用学校公款 而被校长给盯上的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为了报复校长 因此利用AI做出了一支 以假乱真的录音档 企图抹黑校长 虽然经过警方调查 真相大白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校长所遭受到的 舆论上头的压力 羞辱 甚至可能一辈子都被贴上一个 他是种族歧视 这样子的一个标签 这些伤害已然造成 并不是还给校长一个真相 同时也就能够还给他一个清白 这些假新闻假的影片 一旦在公共场域被释出 they have a life of its own 往往真的就像是滚雪球一样 会越滚越大哦 当事人根本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因为对于那些骂红眼的吃瓜观众来说 真相是什么 其实根本不重要了 很多时候 他们不过是借题发挥 想要抓住一个机会 去展露他们自己人性最丑恶的一面 去满足他们心中这些很黑暗的欲望哦 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说谎大概就是最insidious的一个原罪了 我们在当下可能都会觉得 小小的谎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可是小小的谎言背后 往往包藏了大大的恶意 而恶意会加成 会发酵 很多时候我们不过都只是在等待 有一个人替我们起个头 有人起头之后 就可以让其他怀抱相同恶意的人 可以隐身在网络相邻的集体保护色之下 然后自意而不计后果的 去将那些素未谋面的人攻击到一个体无完肤 拿史莱哲林的学生们来说好了 当他们看到妙力接获 如雪片一样多的重伤信件的时候 重点是这些信件 还不只是文字上的辱骂哦 信件当中夹带着一些 是真的造成妙力身体上的伤害的东西 学生们看到这样子的景象 尤其是史莱哲林的学生 他们是幸灾乐祸的 看到眼前这样的状况 这不就是好像 让这些史莱哲林的坏孩子们 得到了一个验证 证明说他们欺负同学是有道理的吗 因为他们不在少数啊 原来在外面的世界 大有很多其他的成年人 是跟他们一样的水准 是跟他们有一样的冲动 原来不是只有史莱哲林的学生们 看妙力不顺眼的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恨妙力 恨到不惜采取这么多 超级有创意的攻击行动呢 那些血 这些hate mail 这些重伤性的人 可能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的所作所为 可能会带出什么样子的边际效果 会替哪些人树立一个什么样子的榜样 但这也就是为什么恶意重伤 制造假消息 说一个小谎 是如此的insidious 好像不知不觉 你其实就是在给予一个许可 释放出一个讯息到世界当中说 没错 这样子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 会有这样子的不好的念头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很多人都会愿意采取 如此卑劣的行为 无奈 这样子的状况 在网络发达的现在 好像已经变成是某一种的常态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看到那些重伤他人的内容 或者是消息来源不明的贴文分享 我就只是转发一下 或者是我就只是按赞点阅一下 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 这样我没有伤害人 我没有助长这样子的言行 可是你的分享 你的按赞 这何尝不也是某种帮凶的行径吗 我们都知道说 所谓的市场机制 存在着一个供给需求的法则 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内容经济也好 演算法经济也好 何尝不也是存在着一个供给需求的道理 有人想要看的东西 就会被越多人看到啊 有越多人点阅假消息 那演算法就会想说 哎 这个是有需求的哦 所以就会把这些假消息 推播给更多人看到 假新闻的五眼福接在 网络盛行的数位时代 确实是一个难解的复杂问题 可是有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 我们好像是能够取经于 所谓的类比科技 或者是类比法则的耶 比方说 在那个八卦 只能够口耳相传的旧时代好了 要如何有效的遏止八卦的散播呢 并不是好像 极力撇清说 哦 这个不是从我开始的 我不是八卦的源头 好像这样就没事了 重点是当别人要来找你八卦的时候 不管是要跟你分享他们听到的八卦 还是企图想要从你口中 挖出别人的八卦的时候 你要明确的表示 你没有任何的兴趣 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 如果你拒绝成为八卦的下一环传播链 你就能够开始杜绝八卦的散播 同样的道理 你不觉得也可以套用在社群媒体 也可以套用在网路平台 也可以套用在时下的数位时代吗 本周哈利波特严金班以 Insidious为主题 来跟大家讨论书中 有哪一些角色 有如温水煮青蛙一般 对于身边潜伏的危机 毫无感知 同时也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不着痕迹的在积累 不知不觉 你就走偏了路 那是因为你长久下来 都没有定期的在做校正 哈利还有其他学校代表 被告知第三项魔法任务是什么之后 Victor Crumb特别留下了哈利 要跟他好好的谈一谈 原来Victor Crumb 他也看到了利他时机所写的八卦文章 因此怀疑哈利和妙丽之间 是不是真的有什么 所以想要好好的问清楚 这个时候哈利竟然在树丛当中 发现了失踪多时的科罗奇先生 科罗奇先生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浑身脏兮兮 跟他过往整洁 非常有秩序 把自己打点的 非常清爽的这个形象是大相径庭 科罗奇先生言行怪异 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 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现在人在哪里 甚至还会对着一棵树胡言乱语起来 勉强回过神来的时候 科罗奇先生也只是片片断断的 表示他必须要警告邓布利多 他犯了极大的错误 他一定要让邓布利多知道 哈利伯特拜托Victor Crumb 好好顾好科罗奇先生之后 他赶快跑回城堡当中 要把邓布利多给找来 好不容易把校长带到了现场 却只发现Victor Crumb被集昏在地上 而科罗奇先生已经不见踪影 自己的学生竟然被魔法部的高级干部给偷袭 德姆兰魔法学校的校长是怒不可恶 甚至还对邓布利多 说出了非常不礼貌的一些话 做出了非常不尊重邓布利多的一些行为 海格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想要修理德姆兰魔法学校的校长 却被邓布利多给制止 要海格先把哈利带回寝室 海格利用这个时刻 竟然回过头来谴责哈利 说他不敢相信哈利竟然如此的毫无戒心 会跑去要跟Victor Crumb单独会面 他是外国学校的斗士耶 你怎么没有想过他会不会想要对你不利呢 自从对破巴洞魔法学校的校长 美心女士真情告白之后 却被狠心拒绝 海格好像对所有所谓的外国人都心生敌意 认定他们没有一个是可相信的 都不是好东西 我觉得海格确实是因为切身经历了一些事情 才慢慢衍生出他这样子一套排外的世界观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还是多少有一些反应过度啦 怎么会不知不觉就演变成像这样一种 英文叫做xenophobic 就是非我族类齐心必毅这样子的一种仇外的心态喔 我们在看第一集小说的时候 我就曾经提到 我自己觉得海格应该算得上是整套小说当中 最善良的角色了 一个如此善良的人 一个不管是怎么样子恐怖的怪物 他都看得到其中的可爱之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天真的傻大哥 既然在此时此刻有180度的态度上的转变 会开始心生戒心 对跟他不同类的人产生一种敌意 我觉得真的很心疼海格 由此可见美心女士的绝情真的是让海格伤透了心 不过从海格身上就让我也忍不住自我反省 想到说或许这种排除异己的心态 或者是任何所谓的一些世界观的建构喔 其实本质上都是非常insidious的 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积累形塑而成喔 多数人他们一定都不会认为自己是racist 自己有种族歧视 或者是有性别歧视 或是有任何的歧视 可是很多时候 从我们无心的玩笑话 从我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的一些认知 还有偏见 好像我们就可以透露了我们的成见 这些观点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转眼之间形成的 而是今年累月 慢慢慢慢的潜移默化之下 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观 变成了我们的价值观 荣恩在这个段落也得知了 其实leprechaun的gold 矮腰的金币是骗人的 是会消失不见的 他忽然间就想到了 当初在奎迪奇世界杯大赛当中 哈利曾经好心买了那个全校望远镜送给他 当时荣恩就是用矮腰的金币 还钱给哈利的 可是如果矮腰的金币会消失不见的话 那为什么哈利从来都没有跟荣恩提过这件事呢 一直以来荣恩对于钱是非常敏感的 他非常有感 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好 那明明应该是人家最好的朋友 哈利波特却从来都没有表现出 体贴荣恩这方面的自卑 哈利在这方面是很拙劣的 他总是觉得那我就请客好了 那我就把你买一些好东西好了 他在这一刻甚至很神经大条地表示 自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那些金币消失了 言下之意就是完全没有把这一大笔的金额给放在心上 我们在过去集当中其实都有提到荣恩哦 他的这个匮乏感 他的这个嫉妒感 慢慢逐渐就浮上台面 其实这些负面的情绪 他们的养成 他们的累进 也是非常的insidious的 这些心中的不平 还有怨队一直以来好像都是被很小心的压抑着 可是持续的积累之下 终于开始慢慢的溃提了 此时此刻的你 是不是也不知不觉的在一池温水当中慢慢的被炖煮 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你不以为意 却悄悄滋生发酵的坏东西 可能你跟荣恩一样 对他人感到的羡慕 感到的忌妒 会不会不知不觉哪一天就变质成了怨队 又搞不好你是上海阁 别人曾经让你伤透了心 让你彻底失望 所以久而久之你就开始选择巨人与千里之外 不知不觉你的性格上开始有一些些的变化 又或者你像哈利身边出现了无视线殷勤的人 你有及时察觉到他们伪善的面具吗 还是其实你也被他们的花言巧语给魅惑了 徜徉在由他们的这些甜言蜜语所泡成的温水当中 不知道其实你身陷危机中 又或者可能你像是利他时机 不怀好意的种下了小小的谎言 不知不觉这些小小的谎言 却对别人造成远远超过你所有预期的伤害 节目一开始有提到 Insidious是从巴丁文这个偷袭这个字所演变而来的 所以说想要不被偷袭 想要杜绝那些不知不觉就慢慢发生的事情 到头来可能还是必须要回到木迪教授的那一句口头禅 Constant Vigilance 长宝戒心 不过说实在 这么一句话从木迪口中给冒出来 实在是非常的讽刺 因为毕竟风眼和木迪正是火杯的考验 这部小说当中那一个放了一锅温水 熬煮一堆青蛙的幕后藏镜人啊 谢谢您收听今天那些老外骄傲的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聊咯 拜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 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台北Bravo FM9.3 台中古典音乐台FM97.7制作播出 也邀请您上FB粉丝专页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关注那些老外骄傲的事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欢恩 我们下次再见